这是最坏身教 南头有一名二宝爸带着两个小朋友 去手摇饮料店买饮料 但是疑似是沟通出了问题 店员做错了饮料 把波爸鲜奶茶做成了波爸鲜奶 这位爸爸原本还说没有关系 钱他来吸收再点一杯 但是下一秒呢 他突然情绪失控 就拿起了饮料转身砸向路边 还痛骂店员吓坏了众人 而他自己的孩子也全部都看在眼里 发现饮料做错了 第一时间男子说没关系 还大气拿出钱包把钱付了 但接着不过几秒 他竟然拿起饮料一个转身 把做错的饮料当成丢棒球砸向路面 萌利砸的瞬间 一旁的顾客看傻了眼 店员也吓到不敢说话 所有失控的过程 他的孩子也看在眼里 事发在南投复兴路上一间手摇影店 店家将影片po上脸书社团 说明事发经过 店长无奈地表示 实在令人无语 吓到我的员工 还要帮忙善后 而汪佑也痛批 这位爸爸实在做了最坏神角 你为什么要生那么大的气 这样子会嚇坏小朋友 我是觉得很夸张啦 店家事后虽然没有报警处理 但实在难以认同这位爸爸的行为 被进波霸鲜奶茶 听成波霸鲜奶 就这一字之差 有时候把气出在店员身上吗 还在孩子的面前做了最坏示范 记者甄如辰南投报导